欢迎收看台湾真善美 我是胡凯全 全台气温飙高 让台湾一年可以创造高达70亿元的冰品商机 吸引很多人跃跃欲试 但对创业卖冰淇淋的杨军怡来说 冰淇淋是她重生后的人生目标 原来年纪轻轻的她 29岁那年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创业卖冰淇淋 从第一个月营业额只有2000元开始 不断努力研发出四五十种口味 最高记录一个月卖出5000杯 尤其是冷冻乌龙茶口味 连生两年在有食品界米其林之称的 ITQI国际风味评鉴中 荣获最高等级三颗星 也是台湾目前为止 唯一三星认证的冰淇淋 妹妹要什么口味 那妈妈说你今天想吃什么口味 草莓 草莓用甜筒好不好 我今天想吃的 妈妈今天想吃吗 好 那我可以吃 酷热难耐的夏日总是想大口吃冰透清涼 光是一年就高达70亿元的冰品商机 但市面上冰淇淋白白款 哪一种才能让家长们愿意偷钱买单呢 外面有草莓可能草莓味很重 可是你吃起来就不像是真的草莓 然后这边它所有水果类茶类可能味道一刚开始会淡淡的 但是你之后就会慢慢吃出它原味的感觉 就是给小孩子吃的比较大 我们接触了很多台湾精品的材料 像阿路斯的哈密瓜 它这样一颗哈密瓜就要880块 但是很多人都对台湾的哈密瓜很失望 不是说它不好是大家不太理解它什么时候熟 然后我就跟他们分享说这真的很不容易啊 因为光一个水果我可能就是会损资到很多钱 光我要搞懂它的熟度我可能都要查很多资料 对啊 然后就不会一次都成功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日生木瓜 然后我们是拿全熟的 它比较小颗 大概一颗大概在一斤啦 然后它的味道很特别 它一种特别的香甜味 皮薄香甜的日生木瓜虽然外形小巧 却拥有饱满的橘红色果肉 吃来甜而不腻 也没有苦苦的瓜臭味 堪称是木瓜界极品 一颗要价两三百元 却被洋芷营拿来当成冰淇淋的原料 我们原本用台农二号一般的木瓜啦 那个味道其实就已经 台湾已经种得很好了 可是有一个客人就跟我说 你要不要试试日生木瓜 然后他就推荐农友给我 然后我就去市场就刚好看到 我就买一箱回来做 那个香气很不一样 它那个甜蜜的味道跟台农二号 那个大颗木瓜其实是很不一样 然后我们就做了 那客人反应也很好 就是吃得出那个差异啊 不惜杂重本也要试则做出水果最原始的风味 因为现在的杨军怡 味觉比以前还要敏锐 别看他外表白白净净 其实在他29岁那一年 曾经在鬼门关前走了一回 突然就是急诊 然后就是洗肾 他说成功了就完全丧失 那时候其实就放弃了 没有想什么就是三十趁早重来 所以后来是因为我把阿玛坚持 所以我才就洗肾 不然那时候听到洗肾 就是觉得算了 真的很辛苦 尽管自己是念心理系出身 但面对突如其来的人生巨变 年纪轻轻的他早已放弃自我 不再对未来抱有任何期待 幸运的是 短短两年后 杨军怡等到了换肾的机会 借此重获新生 只是换肾之后其实很不稳定 所以大概有两年的时间 都在适应新的肾脏 然后肾脏也在适应我们新的身体 后来比较稳定医生就说OK 但找不到工作 因为我那时候拿的是 身心脏的时候测试几重度 就是非常严重 因为我们是重要器官缺损嘛 没有功能 对啊 然后就没有办法 因为没有人要我去工作 所以我也没有工作 也不能每天打电动嘛 我们是选台湾动物福利的鲜奶 对啊 因为吃起来觉得它的乳子比较香 比较是我们喜欢的味道 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 杨俊逸得知一家美式冰淇淋店老板 经营了十年后要返乡回美国 为了找回正常生活 2015年在父母和医护的支持下 他鼓起勇气把店面顶上下来 接手经营 没想到全换不回曾经热落的顾客 那一个月超惨 那一个月想说 好歹就是房租也应该要过吧 那个月营业额哦 就是全部卖出去的兵 两千块 然后就想 这个行吗 这个不太对 两千真的是 但后来我妈鼓励我很多 这只是一个你的休息时间 不是你的绝路 所以其实我妈那时候 前几年都非常支持我 然后很多沮丧 很多什么都是我妈在那边 对就是支持 我觉得不只是陪伴 她是跟你说 你的路是对的 但是这辛苦也是必然 那就是继续做 为了找出市场独特性 开发出更多种口碑的变化 只要闲暇之余 杨俊逸都会带着妻子 走访产地 全台跑透透 这样闻 这个味道比较明显 你说花香味吗 还是 那个植物 植物的特性 因为它是香型的 它跟白鹿不一样是 直接闻没有什么太多味道 对它后发酵比较明显 桥木的特性 所以这种灌木的特性就是 你在做茶的时候 风味就是很跳前面 对杨俊逸来说 读万卷书 不如行万里路 原本对茶叶一无所知的他 在第四代茶农游政府的专业指导下 两人不但碰撞出不同的火花 还把不可能化为可能 让原本消失在市场上的百露品种 起死回生 因为当时做包种茶的时候 这个鱼腥味它是无法避免 因为它已经发酵 所以它的鱼腥味会让很多消费者 喝到这个乌龙茶的时候 觉得太过于恶心 后来十八号红玉起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利用这个特性 把它来做红茶 发现它的特性比十八号红玉 多了很多层次感 红玉大概就是肉桂薄乳香 它有花蜜果香 以外有腌汁香水 然后可能不同季节 或有玫瑰荔枝 然后甚至你闻到香味之后 后面的中味跟尾韵 都会有它的甜感跟灰甘 花蜜果甘甜五个层次 呈现出它另外的特色 因为大家都喝很多饮料 所以其实茶在台湾是 它是有一定的市场的 那我们把茶做成冰淇淋之后 它其实概念跟奶茶接近 但是它绝对会比你喝过 任何奶茶还好 因为大部分的奶茶就是 它经过水的稀释 那你要去泡一个浓茶再去稀释 你一定会有很多的苦涩 必须要用糖去遮盖 所以像我们可以做到 减糖跟减脂 然后又具有风味 不会苦涩 其实真的花很多时间 这个是甜感比较重的 那是香气的 但是两个要并存 有别于市面上的商业茶 邮政府说 即便是只剩肉体 没有灵魂的老叶 都有它独特的风味 晒过之后 茶叶的香气更加诱人 很多东西是 以前不可能 现在就有可能 因为事实在在改变 那制程工具 很多东西都有机会 那我觉得 他有想法 那我相对也是一个 很乐于尝试的人 那我们两个个性跟思维 也是很接近的 我们想要做 别人做不到 然后有意义 然后特别的东西 所以就 他来找我 我其实还蛮乐见其成 而且还蛮开心 因为我们在找 很多可能性 尤其茶的 所以因为茶叶以前 都是僵化的一个产品 那现在希望它更多人 游政府不但遵循古法 直接在茶园旁上演收炒茶 他还鼓励洋军仪 大胆求创新 试着把50到70年代 流行的冷冻茶叶 透过冰淇淋的方式 重现出那些年 最清烈的茶香 因为海水量高 它可以保护出它的香气 所以它原始的香气的状态 是最漂亮的 可是闻起来的香气 或者做起来香气 是最漂亮的 可是缺点是因为它含水 所以它会坏掉 所以它就一定要冷冻 冷冻乌龙 我们本来没有要做 因为它一直失败 因为它没有经过干燥 所以它的味道就比较轻 然后因为鲜奶的味道比较重 变成说有一点会被牛奶盖住 花了半年的时间 反复测试了上百次 杨军已说 因为每一批冷冻茶叶的 含水量不太一样 所以直到现在 要在鲜奶中浸泡多久 仍旧没有固定的SOP 你看我们牛奶就会减少了 就大概40% 少掉40% 所以我们的成本 无信中就高很多 就算冷冻茶叶的价格 比一般的商用茶贵了10倍以上 但杨军已始终坚持 要做出最能代表台湾特色的冰淇淋 更是连续两年获得国际青睐 摘下食品界米其林最高等级 三颗新的殊荣 拿到时候会觉得很惊讶 就是我们真的做到 就是我们的好吃真的是好吃 不是客人安慰我什么的 他的坚持不是每个人可以做得到的 比如说一个水果 他只要有一点状况 他就是就丢掉 那可能我们会觉得 把那个地方就是消掉啊 这还可以继续吃 可是他就不OK 对我来说大家都会觉得 我用的材料很贵 但我是觉得我的时间很有限 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工厂可以做的事 我想要做手才能做的事 所以我们才有办法做出的味道 曾经失去过味觉的杨军仪 如今更不想错过任何一个天然的好味道 接下来在有限的生命里 他要以冰淇淋为媒介 传递台湾在地小农的独特风味 这也是他对崭新人生的全新体悟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锅烧面在中南部很受欢迎 尤其是加了鸭蛋制作的炸意面 吸饱汤之后香气浓郁 酒煮也不赖 让人不论正餐或点心都能来上一碗 就是靠着制作这样的传统面食 让台南这家百年制面厂 在40年前开启了黄金年代 但生意兴隆的制面厂 后来却一度深陷负债倒闭危机 甚至得卖掉房子来还债 他们是如何跨过南关逆转胜 如今年产量达3000万颗 海外销到美国 英国和澳洲 带你一块来看 沸腾冒泡的高汤 里头有肉 有菜还有虾 最后再加颗油炸意面 煮到软Q 骨烧意面在台南真的是 很多大街上都有 因为它真的很百搭 像是海鲜口味 泡菜麻辣 甚至你蛤蟆加十几颗 它整个也很咸 味道不仅百搭还很有料 这是大家都很熟悉的庶民小吃 锅烧意面 简单快速就能饱餐一顿 很多中南部民众无时无刻都能来上一碗 锅烧意面其实在南部来讲的话 它算是可以从早上一直到宵夜 都可以吃得到它 就是从小就是吃着锅烧意面 从早餐吃到宵夜这样子 当地人一日午餐的选择 也是邻家两代人丢不开的记忆 但做意面要搅 要切 又要炸 没早点开始可是忙不来 面肠的机器从每天一早六七点钟 就已经启动 从面粉跟蛋 水还有盐 然后就下去搅拌 然后我们就是固定的进食定量 就让它品质都可以固定的 就是很单纯的 而且我们也不添加任何化学原料 虽然只有简单的面粉加水 但和一般面条最大的不同是 意面下锅后香气要足 口感要Q 就得在用料上头讲究 关键就是这黄澄澄的新鲜亚蛋 它的香味跟Q度都差很多 就跟鸡蛋相比的话 鸭蛋会比较香 比较Q 对 这也是我们一直坚持 要用鸭蛋的原因 每天的天气温度跟我们蛋的比例 面粉的比例完全每天都会不一样 对 所以要去做调整 对 每天都要调整 微调 都微调 尽管成本贵了三成 但从爸爸教给他的 就是得用全鸭蛋来做 本来林福清和太太陈秀娇 在市场摆摊只卖生面和水饺皮 直到四十年前 台南流行起吃锅烧意面当正餐 让他们看到的商机 投入时间研究 我那时候一箱给人家拿四百八 卖五百块赚二十块 我说这个怎么可以 我跟他买面 他那个人很机灵 他在照的时候 看到你去那面专拿清晰冰的 不要更让你看到 因为人家不可能教 不可能 他的方法可能教你 是很多 听人家说要添什么 添加料 结果还是 还你还是自然最好 经过前后七次的反复延压 面皮变得光滑又有弹性 长串的块面带 再透过机器裁切成细白面条 筛减生面的步骤是面条下锅油炸前最重要的一关 面条的优劣成败全靠这一群经验老道的失果而观 今天的作案会不会太代代式 本师该退休的年纪了 但一看到员工忙不过来 陈秀娇忍不住上操作证 他领着一班女师傅坐在机台边挑剪生面 一手一把抓起面条 像四手连弹 没听下来过 这个有没有用少一点 你们不然又用 这个 我们有没有用多一点 陈秀娇的嗓门洪亮 个性也很好气 身为智恋家族的第四代掌席 他一路帮着先生瞻前幕后 让市场里的一盘小生意 能靠着一颗颗意面涂飞猛进 只不过这盘看似稳妥的生意 却在孩子上小学那一年 鲜蟹倒闭 爸爸也许想着要用捷径的去取到钱 后来就负债累了 后来连房子也要划拍了 想着今天这个房子 我又被划拍的时候 我该怎么办 我要何从何去 每天都是流着眼泪 不只把房子卖了 连黑道也上门讨债 但他仍强达起精神 每天清晨六点就起床工作 身心煎熬 他扛不住庞大压力 得了严重的忧郁症 但即便如此 但是成熟焦还是补运你的头 外面的后款的钱 有个人教我说 你是 你是 召集一个日子 把厂商叫来 你就说 每个人就跟他 像如果一百万 就剩下三十万 就这样 他在那个朋友教我这样 我说 这种事我做不下 我不要这样以后后面人家指点我 说 那当人的纏 起床 是不是 当人的纏 起床 我们不要留下这个阴影 而且我这样我也会睡不着 我要靠我的能力来还清 我绝不 人家私捨我 牵不住啊 胖子到量多 你就会赶快下来看一下 帮忙一下 现在年轻人受不了了 现在年轻人耐力没有 就我现在一直讲着 这个我们是 我这个是台湾阿信 这种刻苦耐劳 不服输的个性 还真让陈秀娇把情势给逆转 她联标三十几个位 从做资金恢复生产 还成功拿下 连锁早餐店的异面订单 从拌盖面粉 做到一天将近两百包面粉 是这样升起的生意 陆续还清负债 面要放在那个正中央这样 面发起来才会漂亮 让它有这样放松的感觉 对 不然就会瑕疵品太多了 但或许是因为 夫妇俩把全部心思 都放在工作上 忽略了孩子的成长 独子林洋宁自从上了高中后 越来越叛逆 状况百出 是我们没有给她一个 小时候的陪伴 那是我个人我觉得 我们对她是一种亏欠 可是那时候我焦头烂额 我连人都快死掉了 你有能力再 又要为了家 又要去顾小孩 其实那时候其实就算叛逆纸 然后就刚刚又遇到坏朋友 就变成每天晚上就是喝酒 然后去夜店 赌博 然后这个跟人家玩假 对 就是那时候很荒唐 那时候赌博也输满多成 那时候年轻没有克制力 就是朋友约着就好走 不然就赌博 就赌 高二我就其实就没得去学校了 因为每天就玩到早上 也根本没办法上学 对 就差点被留纸了 他高中玩到不回家 就连上了大学也不见熟练 眼看即将被二一退学 他心想干脆主动申请休学 提早当兵去 要教招进去当兵的时候 要去调户籍成本 然后上面就写羊子 对 那时候就蛮惊讶的 他说大概晚上哭了一个礼拜 就不太能接受 他也是因为那时候发现才觉得 我应该要改变 就是你不能都一直让人家担心 对 因为毕竟讲难听的 我也不是什么他们亲生儿子 结果你要让人家那么担心 这样就不应该了 对 那时候想法是怎样 因为毕竟能在养 对 那结果又惹那么多麻烦给人家 对 所以那就是觉得蛮抱歉的地方 从那之后林洋宁才渐渐体会到 父母的苦心 他彻底改头换面 从一个榴莲夜店的夜猫族 变成朝九晚五的上班族 对家里的制面流程 也越来越上心 我们主要是要看它的形状 跟它发酵面条的膨胀程度 然后跟它炸的颜色 有没有平均 主要就看这三个地方 因为像我们锅烧鱼面 它是有分三种颜色 像今天这个是中的 中的就比较适合拿来做汤 然后黑色的话拿来炒 炒鱼面 然后白色的话它就也是一样做汤 可它口感就不会到那么好 很有想法的他也早就做好 方自驾验厂转型的准备规划 十年前看好电商市场崛起 他自创品牌拓展功或通路 我自己要不要去贷款 因为他们不想要 我去做这个半球的 或是品牌的东西 然后我就自己去贷款 开一扇公司 那时候一个月 应该网路订单 应该只有三十张吧 就等于一天一张单 对啊 那时候就很惨 就每个月都在亏钱 然后是烧了一年多才变好 然后来到疫情的时候 最高一天是大概2万以上 就一天 就是弱差还蛮大 十年过去 林阳明把台湾在地的传统意念 外境超商 连锁超市与早餐店 连产量达三千万颗 还外销美国 英国和澳洲 在当地的华人超市上架 他用行动证明 自己早已不是当年的那个败家子 能替父母争一口气 其实讲再多也是就是感谢他们 也让我有一个那么好的舞台 可以发挥 然后我也没有让他们失望 可是我觉得我最欣慰的东西 现在到哪里 他朋友都觉得他很厉害 然后这个儿子又有帮他把生意顾好 对 他就觉得蛮有面子的 对啊 对啊 我就有观看做到这样的 讨回一跑去就很棒 从哪跌倒就从哪里爬起 有着不同生命特体的母子党 为了这个家 他们决心振作勇敢跨越 您希望比恐惧更强大 只要不放弃 人生就会有转机 欢迎回到台湾真善美 不管贫富贵贱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考验 曾经是排球选手的李东霖 因为车祸受伤离开了球场 他把热情已转到了 制袜专业上头 努力了好些年 好不容易被国际品牌向重 委托他代工制袜 失业也攀上了高峰 但却又因为国际情绪奏变 一期间订单全无 虽然身心都累出病来 但他拒绝被KO 开始为美项运动 研发专属的运动袜 奋力让自己的事业 起死回生 励志故事还曾被攀彻 这录片登上大荧幕 底线进攻 回出强劲对角球 左右来回掉断对手 网球其实是一个侧向运动 算蛮强烈的 或是突然间刹车啊 前后左右都有 快速到位 调整脚步及球 选手在球场上称霸 不只是手脚功夫了得 最贴近皮肤的正层保护 更藏着果然人知的专业 我觉得袜子好坏是在你穿起来的包护性跟所有的舒适性跟跑动的时候你的袜子会不会晃 大拇指跟食指中指那里是加厚可是那边还要做透气还要排汗 在脚底板的时候的足弓的那个部位它必须要把它竖起来 脚后跟的时候要有一点包护性就像好像我们有一个那个踝袜把它竖起来 让它的那个脚踝的时候比较稳定一点 虽然不起眼但却很重要 一双袜子有关运动时的舒适与安全 是每位运动员都很在哭的大事 更让袜场老板李东霖花了大半辈子研究 机台一开工不间断地左右运转 一针一线啪哒啪哒将不同颜色的纱线织成一只又一只的机名运动袜 这里是李东霖的制袜基地 也是他为各项运动研发专属袜的实验室 一般跑步袜的话它不能太厚 太厚你如果跑前马半马时间久的话 它那个太厚的话它会比较闷着 所以在做跑步袜的设计 我们是以踩在脚上的地方做夹后 其他你看你看到这个浅蓝色的地方 如果我们用手给它撑开 你可以看到我的皮肤 因为脚背的部分是没有踩在地上 我们脚背来做一个透气 它可以有慢跑鞋的那个透气板位置 所以我们在踩凳的时候 脚底的水汽可以排出来 把一般人眼中为不足道的是 当时细节来讲究 因为李光临自己就曾是一位专业运动员 我从九岁开始打排球 打到四十一岁 四十二岁你受伤之后 你的树药窗口没了 你整个心情就荡下来了 以前我还没受伤之前 我都开花会跑会跳得很穿 但你自己受伤之后 你要怎么你就会去想 你要怎么让选手 让选手减少运动的伤害 长期的运动伤害 锥肩盘狭小压迫到神经 李东霖如今走路时 步伐蹒跚 不自觉左摇右晃 让人实在很难想象 年轻时的他 可是为弹跳自如地排球健将 我从小梦想就是长大当国手 我运气蛮好的 顺利考上台中底砖 也运气很差 就考完体砖车祸 连续两天的车祸完之后 绑单下来 确定有上台队 然后马上去请教医师说 我现在车的困难 来踢体砖可以吗 他说你这个项目要办休学一年 体砖那个叫三砖 那个要练三年 三年 你如果还办休学一年 你一定要踢四年 四年的时候我就面临 我就面临决策 因为我男朋友要做兵 要做两年兵 等于两年才能够贪心 父母都是水泥工 家里环境根本不允许他 挣扎犹豫太久 感念纺织科至少也是能出路 毕业后顺利进到枝袜机公司 当上维修师傅 他想努力赚钱 拼三年后创业当老板 翻转人生 他用八十万存款买了四台中底枝袜机起家 每天二十四小时运转帮人代工生产袜子 最拼的时候一年只修五天 那时也正当是彰化射头之袜页 景气最好的年代 我们要先去车缝厂 就是袜子做好之后 我们会先送车缝厂 车缝厂就是等一下我们参观完之后 我们再去那个定型厂 射头是台湾袜的大本营 每一个制作环节都能在射头找到专业的代工厂 厂与厂之间的距离 车程都在十分钟以内 上下游分工精细合作密切 刚织好的袜子 长得像袖套 两头都有开口 得再交给这群妈妈籍的老师傅 红盒袜头 钱开下去了 这个很漂亮 你如果说我们就一般的车 它就很大颅 他穿那种平的习惯 他就觉得说 这边会有一个丁丁 他就不穿了 这种车不袜头的方式 专业术语叫自动对目 无缝红合 能够更服帖脚型 但成本就要多花40% 我是要求说 我们车腰移转 要移转的时候 它的拐头和毛巾领头 不會去運動到運動表現 有的你如果加到大爐來說 你比較敏感的人 他爭頭的感覺穿起來會點點 你如果想過布六號的時候 有的人穿襪子習慣 他會把爭頭插在那裡 有的襪子會插褲 這座的時候 你看看他摸起來是襪子 哇 很平常 靠著跟協力廠商的合作無間 李東霖的襪子事業 也跟著攀上了高峰 由其當得知國際大品牌 想將運動襪下單到台灣 他二話不說 極力爭取 前後打樣花了九個月 才成功拿下訂單 第一年做完之後他們很滿意 就是剛剛講的他有做品見優等 哇 第一年得到優等非常非常快樂 然後第二年他們上面就說 那我把日本的高富酒通路順便在接下來 可是條件是不可以請別人做 一定要給歐高峰親自操刀 我大概想一下就是說 叫我在投資買那個機台 所以我也在陸續花了五百多萬 在填購八台機台 對 第二年也是在創襪子代工的新高 這就是我們剛才去看的那些厝縫 厝縫好的時候他們的手機 會把這個大肺再來這裡放 這就是等候要來定型 後面來就是把他拉 就是跟女生一樣要打扮 要設施 這個就是襪子我們剛剛看的那個 像就是比較皺皺的 來經過這個定型 然後透過蒸氣 把他用最短時間讓他定型 可以讓他的邁向更好 李東霖本來也以為 生意會向襪子定型後 趨勁完美順風順水 知道 就2012的1月底 我還是接到說 我們今年評鑿又是友等 你2月突然接到這個電話 你會傻眼 你上個月才說你非常愛我 你要跟我相處一輩子 你隔了一個月 你跟我講說拜拜 沒有原因 沒有理由 我機台停掉 馬上騎著摩托車到街灘工廠去 我問人哥 阿是怎樣 有錢保密條款 我不知道 我所有的 所有的全部都在那裡 你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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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 沒辦法 那年美韓簽訂自由貿易協定 雙方貿易零關稅 李東霖以戲間 失去了八成代工訂單 憂鬱症 恐慌症 身體病痛 一一找上他 我那個時候腳就有一些問題了 可是要扛牌 還有剋血 因為那個時候是你的肌耐力 還勝過你的病痛 所以你不覺得你會很不舒服 當你 你又被停單 心情又不好的時候 當你的病痛反撲 勝過癮的肌耐力的時候 哇 你之前把身體操的狀況 全部回來找你 剛好又是你失業不已 當然這個衝擊一定會帶動心裡面的 然後去影響到你那個身體 但球員不怕輸 沒有路就自己找路走 他推自由品牌 開始為每項運動 開發專屬的金門瓦 不管市場大小 從常見的籃球 排球 羽球 到冷門的西洋艦 曲棍球都有 其實台灣的經濟規模 他沒有很大的 不過我們要怕像日本 那種職人精神 跟土蜈蜈絕對有水塔 跟他這12年 我真的看到了 你認真做真的有水塔 不過現在更讓李東霖開心的是 三個孩子都願意回家接班 二兒子李廷藝負責廠物主管生產 十大運動科學所畢業的大兒子李廷薇 在設計上發揮所學 為產品加進更多機能與年輕元素 花了蠻長的一段時間 去把每一個細節都做出來 包括說這邊加厚 這邊原型的地方是加厚的 這裡是做鎖鏈型的造型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可以在走關節提供一個 還蠻好的穩定度 這就是我們優勢 就是我們有工廠嘛 所以就是有什麼想法 就直接做出來 就蠻快的 比較彈性 同一個家人 強重有一件事在分道 這不是用錢 用有辦法去買的 那種型 對 其實孩子是自發心 要回家幫忙 我無關 三個孩子我沒有錢 我告訴你 你一定要回家這麼辦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產業是 在未來是很辛苦 而且你只要把三個孩子 做完整 沒帶在這個商業 放棄不大 想你這樣做 因為你有看到自己嗎 就如同球員上場 球不落地 又放棄 屬於李東陵的人生競賽 也還在進行 為人待續 歡迎回到台灣真善美 最近幾年 除了低基金 險金也是相當熱門的養生飲品 讓雙寶媽林明璇 相當看好市場的發展潛力 結合兩種產品特色 針對男性族群推出黃金鮮第一基金 原本在金融業工作的他 因為懷孕期間的養生需求 決定自己創業賣第一基金 現在一年能賣出180萬包 內營收破億元 但無論是機種還是黃金鮮 他都耗費不少心力 堅持找到好的原料 做出甘醇炫口無腥味的產品 成功打搶品牌知名度 山林水秀 空氣清新 位於花蓮受封的這座漁場 隔天獨厚 好山好雪的環境 孕育出健康肥美的黃金鮮 我們有海岸山脈 中央山脈 中間的花冬種骨 那這一塊孕育出來的黃金鮮 還有我們這一塊養殖區 剛好非常好的是 它有天然的湧泉 那天然湧泉 就可以把我們水中的生物 當然就會養得很好 水質清澈見底 養殖過程不用農藥殺蟲劑 還添加水產專用益生菌 如此用心養殖出來的黃金鮮 最適合用來低戀鮮精 因為我們的黃金鮮 其實從苗的孕育出來 一直到採收大概八個月的時間 我們鮮精都會挑青壯期的鮮 那青壯期的鮮 我們萃取出來的鮮精 它的成分跟功效性才會好 也只有這麼純津天然的養殖環境 才能讓零人群安心 為了找尋製作黃金鮮精的夢幻食材 它全台灣跑透透 從西岸找到東岸 為了好一番功夫 才終於找到符合標準的鮮場 我們大概花了一年半的時間 在找鮮場 因為找了各種大大小小的鮮場 那因為其實台灣的黃金鮮 西部那裡會有一些污染的問題 或者重金屬汙染 所以我們後來幾經波折 找了好多的鮮場以後 我們就發現了花蓮受風箱的 這一個黃金鮮的鮮場 來了這裡以後發現它的水源環境 都是非常的符合我們的要求 我們的條件 所以我們才選這裡的養殖場 來做配合 這個鮮 你看它前面這個黑黑黑的 表示它再放下去的苗 就是這麼大顆 因為它苗 所以我們這個你看 這個 你會看到它的苗 後面再生長就黃色的 其實苗還滿大的 比我想像的還要大 對 林明璇總是不嫌麻煩的 青袍產地 了解黃金鮮的生長環境 因為要做出品質好的鮮精 養殖環境相當重要 我們不會去要求黃金鮮 養出來的是多大顆 或者是肉質多好 因為那個是純粹就是在喝湯的時候 我們才會要求它的肉質 因為這裡是好山好水 你可以看到它的水質都是很清澈的 然後沒有一些就是重金屬的污染 那這樣子養出來的黃金鮮 它的養分就會很高 從一大早就開始作業 採收一樓又一樓的黃金鮮 還得送到加工糖清洗篩選 初步就會從輸送袋送到這個篩選機來 那篩選機上面它有網目的大小 比較大的鮮它就會留到上面來 那做鮮精的鮮它就會在它的下一層 我們在分級的時候 在這邊可以去除掉大部分比較大的石頭 或是比較大的拉 跟清裝洗的鮮一樣大小的鮮就會到這邊 這個部分就沒有辦法用電腦去做篩選 在剛剛經過第一階段的挑選以後 我們第二階段會來到這個清洗的這個動作 把它身上的這些沙石 泥土 先把它清洗乾淨 那我們在這個清洗的過程中 也可以順便挑出它就是受髒的 或者是長相沒有這麼好看的 我們就會把它挑剪掉 對鮮精的製作細節處處要求 其實林明璇並不是食品業出身 過去她在金融業工作 沒想到人生在當了媽媽後轉了個彎 之前在金融業就是懷孕不易嘛 那好不容易就是懷孕以後去做產檢 然後在做產檢的時候 醫生就有跟我講說我的寶寶太小了 那我那時候就很緊張啊 想說寶寶太小怎麼辦 就趕快去搜尋就是可以喝些什麼 來讓寶寶長得又快又好這樣子 那所以後來我就開始在網路上 就買了一些就是低基金回來喝 那買回來喝就發現其實就是 它的標示也都不清楚 然後風味也都沒有很好 對所以我就想說 難道就找不到市場上就找不到好喝 然後營養又高的低基金嘛 於是她決定自己創業 就從做心目中理想的低基金開始 但是光要找到合適的基種 就讓她耗費了不少心力 我們測試了很多我們有用過 比如說土雞啊然後肉雞啊 或者是放山雞啊老母雞啊 其實這一些我們都用來低廉過 那就發現說其實土雞的風味是最好的 那既然選擇土雞的風味最好 我們又要去測試說 它到底是幾天的土雞 低出來的風味會最好 我們先選紅綠土雞來當我們的 低低基金的這個品種以外 我們開始就去再去看說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環境來飼養它 林明璇跑遍台灣超過20家養肌場 中間一度有半年的時間 她都在尋找合作夥伴 花了兩年時間好不容易才找到 我們後來呢就是去找到說 它是用這個AI智能機設來養殖這個機資的 那它除了就是會給機資很乾淨的環境 然後還會給它電風扇吹 然後我們也可以用這個AI智能機設 去監控就是這個機設裡面的二氧化碳 吃的飼料的量 然後或者是喝水 每一天的喝水量是多少這樣子 其實我們發現就是說 它吃的飼料也很重要 比如說我們的飼料就會加上 益生菌跟酵素 對 來讓它就是提升它自身的免疫力 這樣就可以不用打枕 其實不僅要住得好也要吃得好 它特別挑選有產銷履歷 飼養90天以上的輕重年紅魚土雞 來低鍊基金 市面上有很多的低基金 它在低鍊的過程中 它可能是它的食材跟水蒸氣 就會接觸在一起的 可是我們自己的低鍊工法 是我們有分內鍋跟外鍋 內鍋是放食材 然後外鍋是放水蒸氣 那它們兩個是不會相接觸到的 我們就會用恒溫高壓的方式 去萃取出它的低基金 那這樣子它的營養價值不會被吸收 從金融業轉戰養生營艇界 林靈璇帶領一群娘子均品事業 一開始 她先把目光瞄準企業送禮的市場 卻沒想到品牌名氣不夠響亮 產品很難賣出去 其實回到一點 就是說如果你不知名的話 你在推廣上都會遇到一些困難 因為你不是知名的品牌 那經過這幾天就是慢慢的學習 大概可以抓到一些技巧 就是說我要怎麼樣去找到我的售裝 跟我的目標客群 山根孕婦市場 琴跑媽媽教室推廣 逐漸打開知名度 為了讓消費者安心 她把原料的來源公開透明 另類的行銷方式 讓她創的低基金新秀品牌 在競爭激烈的市場中闖出一片田 我們在做低基金的時候 其實市場上已經有很多的品牌了 那這些品牌呢 其實她都沒有去強調說 她的雞是怎麼養的 她養殖的環境是怎麼樣 然後或者就是說 她的營養價值是什麼 所以我覺得說 在公開透明的這個養殖的方式 跟營養價值這個數據的呈現 是我們提供給消費者 很安心的一個資料 這是我們就是 應該是說第一家低基金做到的 短短幾年 林明璇就創下一年 賣出180萬包低基金的銷售成績 便應收破億 除了注重品質 她也相當重視顧客的意見反饋 因為只有夠了解市場需求 才能不斷開發新的產品 因為我們的客人很多都是孕婦嘛 然後她就會回饋啊 或者就是說她希望說 可以做出哪一些產品給她的老公喝 因為她的老公可能就是說 常常都要加班啊 然後或者就是找出晚歸 然後應酬喝酒 她說那我自己喝低基金 那我的老公可以喝些什麼 客人就這樣回饋我們就去找 好像發現就是黃金鹹的這個 黃金鹹精滴出來的這個營養成分 還滿適合男生來喝的 這樣所以我們就開始著手去研發 和低基金一樣 黃金鹹精同樣採用恆溫高壓的蒸氣 不回流技術來低戀營養精華 大概會把它用到105度去燜煮 大概是15分鐘左右 它等到它的成分完全釋出來之後 我們再去抽它的那個萃取液 做一個過濾取之的動作 吳天家的乳白色鹹精 過濾掉雜質和油之後 再將其精神鹹精 以適當比例調配在一起 做成適口性最佳的黃金鹹滴基金 這個設備是自動的一個沖田機 它從取代到沖田到封口 一次性完整 它跟坊間的個體物那種獨立包裝 獨立封口 它的產品的安全性相對來的是比較安全 那經過兩道封口之後 我們後端還有人力在做檢查 那確保說它每一包在殺菌的過程中 是安全不會漏包的 那一個天的產能大概可以做到 一萬五千包 每一包黃金鹹滴基金 還要再經過高溫滅菌 這也是讓產品能夠長時間 常溫保存的關鍵 那後面這一台沙菌斧 之所以可以達到我們產品 常溫的保存 它其實是利用商業沙菌 我們用一百二十一度C 沙菌五分鐘 然後讓它在常溫流通的時候 我們的微生物不會生長 可以在常溫保存 兩年的時間之久 常溫包裝的黃金鹹滴基金 兼具基金和鹹金的雙重公養價值 撕開幾飲 喝來乾醇順口沒有腥味 很適合男性族群飲用 隨著產品越來越豐富 未來林明璇計劃擴展不同族群的市場 我們接下來就是說 除了孕媽咪的這個市場 然後我們也希望就是說 多增加一些就是銀髮族 或者是小孩子可以喝的這些 來做研發跟推廣這樣子 從自身的養生需求出發 林明璇成功開啟了新事業 雖然創業的過程有苦 但產品受到肯定的乾甜滋味 也化作它成長的動力 敵出亮眼的經營成績 CB FU M